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您平时在什么方面花费比较多 平时买菜买家旧任务品比较多 因为菜任务品是家里必不可少的 吃饭 牙都不可少 你买东西的时候会注意价钱吗 注意是注意 但是不是太在意 只要是需要买的 就去买 当然了 因为很多老年人还是比较在意价钱 如果这家东西贵了 到别的便宜房去 大家都知道 勤俩协约是老年人的习惯 就是太普遍了 就是不普遍了 对啊 肯定啊 不管什么东西都会注意价格 对 不管是小的小店的物品 还是大店的物品 都会注意价格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太小了估计也有大户主意 那您呢 很小的东西就不在意了 很小的东西 一般来说是最注意价格的 您常常给自己买衣服啊 化妆品啊什么的吗 只要是衣服漂亮 价格又合适 我会买的 最余衣服货品呢 一般是女儿品的 这个一般是吧 对 是女儿品的 自己日用的 会有的 日用品 对 那衣服什么的呢 会不会买 这样 会买是吧 您给谁买东西最多 当然是小外甥嘛 衣服啊 好吃的东西啊 好玩的东西什么的 我都会给人买的 给自己啊 给自己 她给我买 好 给家人 给孩子 给孩子是吧 给孩子买东西比较多 或者给家里人 给自己买的多不多 一般情况 还是以家里为主 还是以家里人 给别人买东西多 给自己买的会少一些 会少一些 您给外孙买东西的时候 会在乎价钱吗 一般不会 那您买东西的时候 比较重视哪些方面 如果买大件东西的话 首先是它的质量和品材 因为内容也很重要 其次呢是收入服务 收入服务好呢 如果买的东西出现了问题 那会不会再担心 最后是考虑一下 这张东西就是质量 质量和数量 质量和数量 一般是性价比高一点 我是首先注意到 我需要的用处 再就是价格 那您也会网购吧 不会 现在还不会 那您会去学习这种购物方式吗 会的 因为在忙购物 又方便又便宜 据我所知 现在越来越多老年人 都在忙购物呢 一把四个大的也消不了了 对老年人来说有点难 经常网购 现在这个价格都多了 这是自己慢慢地学会的 还是说是孩子教的 自己慢慢学会 自己慢慢学会的 谢谢奶奶您接受我的采访 祝奶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谢谢 也祝您学习愉快 谢谢叔叔您接受我的采访 祝叔叔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谢谢 今天我们采访了几位老年人 通过采访我们发现 老年人的消费观 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消费习惯在逐渐改变 消费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